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很嚴重 現在講內地的疫情 還要講講中國新聞 看到標題嚇死人了 標題真的誇張 說到中國每天增加感染人數過十萬人 他說如果採用西方的共存策略 其實我覺得有些困難西方國家 當然,有些嘲笑的味道 如果中國跟著就糟了 其實當時他們都是在兩邊擺 我和你共存 還是現在保持這樣防? 我經常罵世衛 你也不是談談那條計劃 你不就在兩邊嘗試 有他們 有他們 如果這樣算 如果全世界走中國那一套 那地球是不是已經沒有病毒了? 按道理是這樣的 按道理是這樣的 或者不完全是中國那一套 即是收緊的防疫策略 好啊 我們今天就研究一下這些問題 還有什麼新聞跟大家講 厲害了 猜不到中國自主研發 培育了那些雞出來 什麼雞? 什麼雞? 吃那些雞吧 嚇得我 自主培育 我以為是金正恩 雞不是那些 厲害了我的國 究竟是什麼雞這麼厲害 要長期靠外國輸入 現在不用了 現在不用了 自主培育了出來 還有大陸雞? 算是朝陽大媽之後 朝陽大雞 沒錯 這也是家鄉雞 家鄉雞 還有爺孫戀的加強版 2.0 什麼事? 這件事被人在說 看見 擦心口 擦心口 人們看都不順眼 阿伯擦心口 阿伯擦心口 女兒很享受 沒錯 網民看得笑嘴 網民不是笑嘴 整件事就傻傻傻 待會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先說一下西方國家的問題 之前麻煩你先給個讚 有讚就有飯吃了 沒有讚 是精神食糧 沒錯 看著讚都開心 麻煩大家先給個讚 我們每天會跟大家說 這麼精彩的中國新聞 誰先 當然說了 現在我們的中國 防疫策略不得頂 怎樣不得頂 因為中國疾控中心官方 有一篇文章說 究竟跟COVID-19的肺炎 究竟是共存 還是不共存 採取哪個方式會比較好 其實他們拿出來比較 那篇文章說到 如果中國 用西方國家的模式 哪些模式呢 英國、美國、西班牙、法國等等 這些西方國家的防疫策略呢 那些防疫策略就是什麼 與病毒共存 放寬 打了針 你們就可以放寬 任你們到處走 那個社交距離 開始就沒有那麼緊 等等這些東西 甚至乎那些 店食肆 全部都 你不戴口罩都讓你去 那些這樣的環境 如果中國用了 就麻煩了 為什麼這樣呢 這篇文章說 中國如果跟著這個西方模式呢 他每天新增感染人數呢 可以高達過數十萬人 數十萬人 而其中 有一萬單病例 是超級嚴重的症狀來的 那你說 喂 幾十萬人中了 都好像沒什麼的 誒 講到這隻病毒 都其實好像 不是說 真的死得人很多 有些人會不會放鬆了 其實不是的 對 如果真的 如文章所聊 你有過十幾萬人 一起中每天的話 對那個醫療體制 是很沉重的負擔 你中了你就要看醫生的啦 你不是不用看醫生 有得吼好 你會惹開它 你要去隔離 隔離 你對那些叫做 系統整個的策略上面 那個負擔是非常沉重 如果國內每天有這麼多人中的話 所以 如果中國用了美國的防疫策略 每天新增病例 更加會超過六十三萬一天 哇 六十三萬一天 新增病例 是計數的 是計數的 他推算一股 如果用英國 中國就會有二十七萬新增病例 換句話 他拿來告訴你 美國那一套 不能走通的 因為中國人口的密集程度 疫苗接種率等等 他這些是 將美國的情況 再根據中國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人口 疫苗接種 各樣去推算得知 如果中國採取一個參考其他流行大國的戰略 和社區模式 哇 都是舔得多 所以 換句話說 中國現在的模式 跟香港 等同香港的模式 就是叫做防 愛防 愛防 愛防輸入 內防自己 就要做得好好的 感覺上的數字 每天就質到這麼小 比較帥 因為 那條數字是誇張的 因為外國的方式 是令人擔憂 憂慮的 因為沒完沒了 文章裡面也提及到 因為暫時的情況 都是比較嚴重的 其實有見到的一件事 就是不可能消滅了 這隻病毒 大家也知道 新的東西 對不對 那 人類 究竟是否要和病毒共存呢 這件事是值得考究的 暫時 暫時 中國也未必是說 會用這個方式 不是 你共存 就是這樣算 你不是說一下這些所謂的病毒 究竟有什麼病徵 有什麼情況 你不是Discover Channel 拍他出來 由第一天開始中 喂 外子病也有這些 是不是 由第一天開始中 然後到康復那天 又拍攝一些重症的 又拍攝一些打了針沒有事的 或者打了針有事的 你的透明度一高 你可不可以共存呢 就要這樣去看 你不是說 死了 伊波拉 他又不是 因為世衛 我也說了 世衛一直都不肯說出來 究竟現在的嚴重性在哪 數字 永遠都拋出 數字出來 多啊 死人啊 算完之後又不是很多 嚴重啊 頭痛啊 傷風咳 嚇死人啊 現在不是萬德拉效應啊 搞到呢 大家呢 就曬有介事 害怕到這隻病毒 一堆猛 這隻新的 又說到 重量級 國際級 什麼級都好 那究竟的徵狀是什麼 我可以和大家 拍一些片來看看 對 喂 世衛 你正統一點 同日一點 如果大家想快點放回 是不是應該走大陸那一套呢 那會不會令到 人家的西方國家的人 覺得 很反感呢 那不如 統一一個口徑吧 統一一個口徑去做 對 要是中間人說的 要不是說 我們中國和美國 你防疫都講 講顏色 講政治 講地區 又要說自由 又要普世價值 這樣搞不行 你找個中間人 世衛 信不信一件事 他起碼先說 或者出來投票 聯合國出來投票就可以了 對不對 什麼都好 抛幾個方案出來更好 本身很簡單的事情 搞得很複雜 所以如果根據中國那邊這樣說 就好像不是走得通了 那就 叫人見智 最重要是找到共同點 中國不靠外國 大家都知道 現在很厲害了 了我的國 我剛才說到 究竟什麼雞 大陸不是很多走地雞 說到這些雞 就不是非一般的走地雞 叫做白羽肉雞 就是白色羽毛那些 不是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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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羽毛的 整隻雞白色 好像是美國的公雞 美國雞 美國雞 現在不吃走地雞 吃美國雞 中國的美國雞 對 央視有一個新聞報道 去報導這件事 叫做聖澤901 聖澤901 有三個品種 這些叫做白色羽毛的雞 是新品種 在星期六結束這個公事 這個公事就是 成為首批中國自煮培肉 白色羽毛的肉雞的品種 本身這隻肉雞 用來做什麼的呢 做什麼 炸雞的原材料 就是專門做炸雞 對 白色羽毛的肉雞 本身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 已經入口中國 當然 中國除了本身 也是 炸雞有一款雞 白切雞有一款雞 不同的食法 都需要不同的品種 白毛雞 這些白毛雞 在內地本身就沒有 全部都是依靠外國企業進口 但是說到因為 長期被歐美國家的企業壟斷 壟斷了這些雞 不停就要 由五元美金 升到三十七元美金 這些雞苗 所以換句話說 內地厲害了我的國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現在就說到 經過農業部的審定 可以做得到 你們終於自己開始 自行培育到這些白毛雞出來 其中一個危險呢 因為如果你靠外國的輸入 你不知道那些雞苗有沒有病毒 你知道那些H-Man 1 H-Man 2 那些禽漏感很誇張 因為你一會兒 又輸命又輸錢 所以在2014年 農業部已經提出了 要到2025年 培育兩至三個品種 這些白毛雞 之後那五年 中國將會成為白毛雞企業 哇的勝地 大地方大企業 所以他們在2019年的時候 已經將這些白毛雞的雞苗培育成功 再經過幾百次的對比測試 哇!今年厲害了 就研究了這三個品種出來 經過這些國家 審定了 可以拿出來賣 那就不用再靠外國了 那雞苗怎麼拿呢 運過來 這些可以拿的 雞苗 雞苗是外國輸入 沒有問題的 原先國家沒有這些白毛雞 所以就要跟外國企業買 有些外國企業 就專門賣這些小雞過來 然後 大概幾個隱憂 你沒有 我就有空加你假 坐地起假 那你長期被人捏著雞子 不行 哈哈 是雞春 所以現在他們自己想辦法 就像那些原油 原材料 煤炭 你自己不行 要靠別人的時候 就被人抓緊就命 對 不要靠自己 不是不要靠別人 最重要是靠自己 老人家都是靠自己的 如果找到一個美老婆 我們說爺宣戀就厲害了 這個厲害了 真的 這件事真的 不是合成圖 不是說拿球技刊和作文 差多少年 差多少年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又是差不多40年 差不多40年 70歲 和31歲 哇 70歲是男啊 不是巨女啊 哈哈 不要搞錯 內地著名 一個導演叫張紀忠 就在2017年 取了這個叫做 31歲的助理 小31歲 小31歲 小31歲助理 有個爺酸戀 那時候 又引起不少熱意 當然很多人 就不會理他眼光 還要 曬命 這些命 不怕曬 在微博上 拍多點照片 鋪多點出來 讓他開心 被人放閃 曬狗糧 當然 日前就在抖音上 放了一條 鬥嘴型 鬥嘴型的視頻 無奈 男和女都很開心 在玩 最後 男方 輸了給他老婆 老婆 老婆 很開心 老公也很開心 衣揮了在老婆胸前 非常之幸福 但是 這氣起的網友 很不開心 反感 為什麼反感 因為 這麼大的男人 躺在這麼年輕的女生 空前 被人的感覺很肉酸 很噁心 只是葡萄而已 只是葡萄而已 我覺得 是葡萄的 因為 說到 她的老婆 非常年輕 漂亮 好身材 在那裡玩的時候 非常開心 把頭靠在她的胸口 大家都很開心 那些網友 看到 非常反感 說到 如果你這個老人家 即是說 你這個男人 如果你沒有錢 你會娶得到 這些 娶得到 一個年輕女 又未必 等等 不是 真的未必 葡萄 我們這些 我們是總馬 總馬 我這些故事告訴你 小時候 很小時候 因為阿公不在這 他說 小時候 我當時很小時候 那些親戚說 他說 你阿公厲害 幾十歲 那些女生 看到她都笑 看到她開心 然後又說 不知道找到多少女生 大隻 是 有些型就是型 沒辦法 有些阿伯都比別人 嗯 這個真的 你沒得葡萄 不是年紀的問題 有些人的魅力 任達華都是阿伯 是 任達華 多會有型 認得不得了 叔叔都比別人 是 男人 不是說幾歲 對呀 他是型就型 型一世 型呢 就是 石修都阿伯 所以常常說 氣質 氣質就是從裡面發出來 當然啦 就不是 像你所說 拿著銀子貼在額頭上 不是那些叫型 那些叫頓 我覺得 是 軸 軸 真的發自 裡面發出來 每個人都在這個 叫做 老人家的帖子上 不停在那裏 說這些 經常在那裏 歧視人的年齡 沒辦法 沒錯 我也是這樣 我呢 從來都不會歧視這些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些 羨慕的 我們有溝到女 他有溝到女 我相信 自己這樣的年紀 都一樣可以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有些人慘在那種葡萄 就說 你找到女 幾十歲 我找不到女 是啦 那你就有話可說 那些人就說 我得不到 我也不想你得到那些 又說了很多 但是 他怎樣還擊 厲害了 張紀宗 一看到網民的留言 馬上反擊 就說 你笑我沒錢 但其實我又有財 又有錢 與其在那裡羨慕其他人 不如趁年輕 就好奮鬥 叫你努力 做好自己 那就是啊 你魅力 你不承認他有 你說他有錢 你 你恨人富貴 把托嗎 沒錯 有時候 我覺得沒有必要 去恨人富貴 宴人憑的 我覺得有時候這些事情 就 唉 真的沒辦法 沒有人想的 這些預期 覺得別人富貴 那不如自己努力奮鬥 沒錯 你不要去笑別人 你笑別人 有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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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有錢人 所以大家就努力 不要在這裡 預期洗版 浪費時間 不如用時間 對呀 每個人都被人洗 沒錯 說起洗 這位大哥 我今早新聞有說過 厲害的 很詳細的 我都知道 他就真的 之前說到未知拉 原來他在澳門 是啊 我知道 所以換句話說 他在內地涉及這些犯罪行為 究竟是不是 整個集團 官方點名說他是最大的欧縮花 這個又說到很嚴重 很嚴重 既然官方點名的話 都要小心 內地不要開 話方一轉 我們看看第二則新聞 這則新聞 在內地也炒到熱烘烘 什麼事 關於一班學生 吃了一些午餐 然後整班腸胃炎 哇 這件事很嚴重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被人罵到官方那邊 官方有個副教育局局長 因為整班學生吃飯 吃到腸胃炎 就被人停職受查 哇 這則新聞非常之嚴重 是不是真的 因為牽涉到裡面 有關供應商問題 被人投訴造假 究竟是否私商受受 有沒有貪污 我們就儘管看看 這件事 在河南新香豐幽縣 有間中學 近日有過三十名學生 吃完這些學校中午飯之後 當然是呆呆不息 塗疼 需要送院治療 原委原政府 成立了聯合調查組 在昨天 他們表示 今次這個食物有病的事件 公開出來講話 原教體局副局長 黃念四日停職受查 為什麼要落馬呢 當局立案調查 究竟他們這些食物負責人 雷勇 市場監管局副局長等等 這些人全部要檢查 究竟是否有什麼事 抽取那個 其實已經拿了樣本去化驗 當然要再等一等 等化驗結果出來 這個聯合調查組 為什麼要搞呢 因為他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這件事發生之後 沒有即時去報 沒有人即時上報 還要有一點點 發驗 招標過程 涉嫌 和企業 有貪污 私商授受的行為 現在他們深入調查 說到說如果真的有這些違紀違法的行為 將會 醫法 嚴肅處理 搞到現在一群學生 都會進入醫院 那 那些人其實吃過之後 吃豆腐是最容易出事的 因為說吃豆腐 吃到那些酸縮味 是的 即是逢是豆腐 如果天氣一變 很容易出事的 那些分菜 全部都覺得有問題 校長很可憐 校長又出來哭 最近的校長都很可憐 是的 校長出來哭 是的 他說他不是一個好校長 也是一個擔戴的校長 至於供應商那裏 被人投訴 是否造假 究竟造假是甚麼 因為是關乎之前招標的問題 會不會是違標的問題 這也是有待調查的 因為這個本身的供應商 就是在那個區 就有十間學校幫忙 去供應飯菜 這樣不出奇 和這些違標的事件 那檢查一下 如果本身他真的有違標的事 反正也是 抓起來 搞到那些學生 操制濫造 學生來的 你沒理由 那些老人家也是 老人家的衣食 學生的衣食 是靠你們的 你沒理由搞到 為了貪污 或者有些些思想受受的情況 就搞到那些學生 又有嘔吐吐 又沒用 就不行了 怎樣思想受受 賣了些甚麼給人 你給我中標 那些呢 有很多 黑金的時候 我們都看過 那套戲 維標 大家跟著再分餅仔 拆湯丸 有這些事情 無論外國也好 世界各地也會有這些事情 那 甚麼都有 當然 還有一宗 我們有 他想這些 忘記了 歷史的教訓 早一陣子 才有一個叫余偉的人士 搞到很好笑 有個女子 走後駕駛 然後不吹波仔 就跟著跟別人說 我認識余偉 叫余偉過來 搞到滿食豐魚 人答多 你答多 你又亂答多 有個男子 因為自稱認識交通部的支隊長 搭的士 打算不給錢 這樣也行 這些口出狂言 究竟甚麼事呢 在內地 抖音有一名叫洛陽出租車 的帳戶 發布一條短片 顯示有個男乘客 搭完的士 就不戴口罩 搭的士 又不戴安全帶 甚至乎 下車的時候 不給錢 這麼大膽 為甚麼不給錢 都可以 因為 原來 他說他自己 認識人 真的 正所謂 有朋友是不一樣的 乘車都可以不用給錢 是不是真的 認識甚麼人這麼厲害 就說認識交警 支隊長 朝廷有官好辦事 不是 現在是甚麼年代 現在是甚麼年代 放得上網 就預料了別人說 這件事一定引起熱疑 河南 洛陽市 在日前 成立聯合調查小組 就展開去調查 那 他真壞 甚麼 又不戴口罩 又不戴安全帶 那 還要 即甚麼都齊 是啊 還要 本身司機 其實叫他戴的 即是戴安全帶 但是 那個人大大聲 說 我天天開車都不戴安全帶 他從來沒有罰過 現在罰 還要說 我認識誰 今次不是余偉 認識王偉 黃偉就是交警支隊長 這些阿偉就很厲害 就說 我立即打給他 然後 你知道 那個人還以為 還有一滴都叫有好威威吃雞 還走這套 是 鋁拉不鮮 鋁拉也有 當然 記者看得到這條片 立即打給黃偉 你認識他嗎 推他出來死 認識他都說不認識 所以 今次 市光安局 極度重視這件事 已經成立聯合調查小組 對這件事展開調查 那男性客就被人抓了 等你又響附 又響附 都不看新聞 有沒有搞錯 之前都說到 這些事情 響附附 害死他 真的 我們 看看現在內地 那些燃料 煤 之前說得很缺 引渡神奴 說不可以 那些人很冷 慘了 沒有煤 中國在電 回來了 回來了 沒事了 經過國家的一輪操控之後 經過國鐵集團 運輸保煤 這個措施 見效 成效 發電廠 他們的煤的儲備 現在提升到差不多 一個月 換句話說 一個月 沒有煤 都定得住 之前很悲哀 只有兩三天 一個星期而已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之前內地出現煤荒 搞到用電有一個問題 內地政府出了一招 這一招就是辣招 就是 跟中國國家的鐵路集團 一起 用鐵路運輸去運煤 確保 那個叫做 供電 供煤 是完全夠力 一定是做到足 不會說 供應鏈斷了 全國363個鐵路 直接 載煤去這些發電廠 就已經 哇 載啊 載到現在 儲存量 已經夠一個月了 非常之好 那 希望呢 先捱得到過這個十二月 大家 人就OK的 現在開始穩定了 慢慢 逐漸內地的東西 就穩定下來 不是再之前 印度神動國 哇 在兵方馬亂 世界大亂 歐洲也亂 美國也亂 內地就不亂 那都是一件 值得開心的事 來的 那我看到一件 一件都不太好笑的趣問 什麼事 就是 行山呢 有些人呢 就 周圍走 不懂得走 就亂走 走去玩 就尊重一些危險的事 這些人 正所謂 他肯定沒有聽過一句話 什麼 明修就贊道 暗道陳倉 嘩 懂事啊 他這傢伙就去玩這些棧道 不過那條棧道就荒廢了 嗯 誰不知走走走走 那個棧道裂了 嘩 整個人都堕捱了 嘩 真是玩 好玩不玩玩這些 真是 拿你命 那最後的人又怎樣 好彩 好彩 好彩因為他噴下去的時候 那些樹枝被扔著他 等他沒有掉下去 真是驚險萬分 這個 河北的寒丹市 有個女人 去過這些荒廢棧 玻璃棧玩的時候 其間一塊玻璃就爛了 都只醒了 飛了下山 嘩 幸好在中間途中 有些樹枝一枝 掛著他 嗯 最後頂得住 他又頂得住 捱得住 消防來救了他 嘩 這件事真的 人們在笑他 嘩他真是懂得玩 那麼多警區不去 他偏偏就要走一條荒廢了的路 所以說 好 即是稀山莫稀水 有時候大家 即是你去到這些地方 玻璃的地方 你見到危險 就不要走 不懂路也不要走 今天我們也是一宗新聞 哦 是啊 那個西貢白納那件事也是 是的 所以換句話說 大家有時候做這些事 都要小心 如果懂得走 就固然好 不懂的 就不要亂走 以免就發生意外了 好啦 今天呢 多謝OK仔 沒錯 不斷說 辛苦你了 不辛苦 辛苦大家 我們趕快錄下一條片給大家聽 好 下次見 這個娛樂新聞